广州面临三年来最严峻的疫情形势 执行20条保护老弱病残最为关键 自从10月22日以来 广州面临抗疫三年最复杂最严峻的疫情 截止到昨天 新冠本土感染者已经过万 广州的防控措施已经严格 按照优化的疫情防控20条执行 对于封控不再以片区为单位 而是封控到阳性病例的单元楼 核酸检测阴性就可以解封 但也出现了解了又封 封了又解的现象反复 防控措施趋于开放化 这波疫情到底要不要回到清零的程度 还是应该采取新的措施 主动适应疫情的新常态 首先要看现在的病毒到底会怎样 这波广州的疫情已经蔓延了三万多人 但却没有一例死亡 几乎都是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病毒的独立 到底有多强 咱们可以看看来自新加坡的数据 对我们或许有更多的参考意义 根据新加坡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只有流感的62% 重症率也只有流感的21% 如果打了三针加强针疫苗 保护的话 病毒病死率只有0.021% 如果没有注射疫苗 那也只有0.062% 和流感死亡率的0.1%相比要好得多 另外针对奥密克戎的研究也很明确 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毒株的致死率 维持在0.045% 不同的人群病死率也不相同 对于50到59岁的年龄段 打过疫苗后的病死率只有0.005% 如果不打疫苗 死亡率增加14.5倍 60到69岁的人群 未有疫苗保护的死亡风险是13.6倍 70到79岁是4.5倍 80岁以上的是4.6倍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 打疫苗和不打疫苗 结果完全不同 如果打了疫苗 完全可以正常生活 所以面对最严禁的疫情形势 执行优化的防控措施20条 以前是政策迫使你被动防疫 而现在要求你主动防疫 做好个人的防控更加关键 一是积极注射疫苗 马上新的针对奥密克戎的疫苗上市 建议积极接种 二是加强个人防护 戴口罩永远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 要正确的佩戴口罩 有疫情的地区 千万不要再节约了 该换就换 管好自己的手 不要随便摸 尤其不能触摸自己的口鼻眼睛等 要勤洗手 多喷点酒精消毒 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 一定要酒精擦拭消毒 外出保证有效的距离 避免去人多的地方 更不要参与聚集性的活动 三是对于家中有老弱病惨的体弱人群 减少外出节处 居家要注意开窗通风 另外加强运动锻炼 加强营养 提高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 对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 要注意观察基础病的情况 经常监测血压血糖等指标 要按时服药 把病情控制稳定 遇到紧急情况时 要及时就医 避免因疫情原因延误治疗的时间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